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丁卫萍 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硅谷的创业家林元凯先生 那么他也是几十年的太极练习者 而且多次获奖 今天我们讲这个话题 就是一位创业家的 从太极中误出的哲理 林先生您好 你好 很高兴您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 其实我以前见到您的时候 都是在太极的表演当中 在太极的比赛当中 所以当我得知说 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 创业家的时候 我就非常好奇 很想知道您自己的故事 跟您聊的时候 发现我觉得有很多 可以值得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的 您是在这个93年 您的公司叫Asanti 在纳斯达克上市 那么这公司是创办了 五年之后就上市 94年的时候 获得了全美国 就是高速成长公司的 第29名 那您跟太极的这个缘分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我是从大学的时候 就开始练太极拳 然后呢 到了美国以后呢 我再继续练习 所以已经有三十多年的 太极的练习的这个经验 三十多年太极练习的经验 但是您最后是公司 在这个93年上市 94年全美高速成长 第29名 之后呢 您就是是这个 苹果公司的 这个网络供应商的 最主要的一个供应商 是吧 是的 但是您那时候 一直在忙于 就是经营您自己的事业 现在我感觉您是在 全身心地在投入 住在太极当中 那这个转类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是这样子的 我在开办 三铁的时候呢 五年就在美国上市 那中间呢 我也是就是 非常非常地这个 全心地投入在 公司的这个经营 那也经常在世界各地 飞来飞去的 那也刚好是因为 我有太极的基础 跟平常都有在练太极 所以呢 在工作的时候呢 也能够以太极 练太极来支持我的体力 跟身心 所以说 很感谢就是我练的太极 给我的这种帮助 那这个 在这个8年前吧 2011年的时候 2011年 我看到Steve Jobs 他因 移上来 过世 那我们本来是 苹果牌的这个网络的主要供应商 那也跟Steve Jobs 有好几次的这个接触 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潇洒 而且很有创意 明月时候一点都觉得他非常健康 非常健康 而且谈 谈吐 风度 就好像一个明星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也有一种敬佩 跟羡慕的这个眼光 可是听到他这个 因 仪仗来过世 我觉得很可惜 那同时在这个过去的几年 我的几个同学呢 也因为一丈来过世 所以我发觉就是说 哎呀这个真的在 像在硅谷这么多的优秀的工程师 在高科技的领域里头都有很好的表现 那有时候就是因为生活习惯或者是说饮食 也不注重这个运动 结果呢 就是很可惜的身体健康就有这个亏损 然后就是甚至说是阴连早逝 所以我就觉得说是给我一个很大的这个 这个刺激 也就是说 那为什么我在这个 我实验这个太极这么久 然后在高科技产业这么样的投入 那我为什么不把这个 这个高科技的事业 再利用我过去三十多年的 这个太极的这个经验 然后把这个太极的推广 当作我一个一个志业 就是说怎么样来让更多的人 来学习太极拳 尤其是在这个硅谷 比如加州这么样的这个世界 的这个高科技重症 如何来让更多人来往这个 更健康的这个 更高兴的这个生活 来往这个行列来走 您刚刚讲了一下 就是因为那个Steve Jobs去世 然后成为你的一个转捩点 但是因为对于你一个 就是习练太极 三十多年来说的话 你从这个里面总结出了 怎么样的一个 就是太极里面的智慧 用在你的经营当中呢 是因为太极本身的就是中国的一个几千年的一个很珍贵的文化遗产 那它是用这个中国的这个阴阳哲理 跟皇帝内经 益经等这个这个哲理 来创造出了一个 就是能够 养生 健身 疗伤 还有防身欲无的功效 那我觉得这个炼太极能够让我们能够不仅在身体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种运动调习 同时也在这个修身养性里头能够得到一个很圆满很柔和 而且又是可以立身中正的那种心境出来 所以就是打太极能够让人更能够镇定 因为更能够心安 因为心安就是 就是有一句话说心安是浓 也就是说你心的安了以后 定了以后 你的事业 你的工作 你才能新荣 所以就是心安是浓 心安了以后才可以圆融 其实你说过这个太极的核心思维 就是中道观和舍得观 还有这个全体观 是的 那么中道观 舍得观 全体观 你是怎么把它运用在你的事业当中的呢 那中道观也就是说 做事情要圆融 要这个合乎我们中庸之道 那也就是说不偏不积 因为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完全是美 也是好的 也没有一件事完全是坏的 一定都有它阴阳正反 好的也有坏的 可是我们如果有偏激的话 那往往会把事情看偏了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中庸的 中道的看法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进一步的去 以全面观来看整个事情 那很多事情就是 就是有很多款款相扣 所以我们必须要 从这个因去看 从整个全体面来看 这样会让我们比较更清楚了解 事情的源头 那从真正发生事情 沿途的那个地方来看 来解决问题 那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你有没有就是 现在其实您是在推广太极吗 是 从一个 因为我觉得作为企业家来说呢 很少有人说练太极练到一个 经常获奖 练到了一个就像一个专业的 这个太极师傅一样的这样的水平 那么作为一个就太极大师来说呢 很少有人能够去把这个东西 经营在企业中 而且企业做到 可以说是在华人的企业家里 顶级成功 你在这个当中 我发现你做每一件事情 其实你都是非常投入 而且在这个里面你去思考 就是透过这个现象 看清了这个事情的本质吧 可以这样来说 那你现在在推广太极的时候 因为我感觉说 在您的这个努力之下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在旧金山湾区 太极推广的这件事情 真的是有一些起色 你是怎么样把这些 怎么做起来的呢 是的 有关于这个推广太极文化 我把它当成一个 一个事业也好 或者是说一个事业也好 我觉得这个推广太极 本身就是一个好像在建构一个金字塔 在金字塔的底层呢 有广大的群众 有广大的初学者 那在金字塔的顶端 有很高深的 有很想从金字塔底端往上爬的人 那我觉得推广太极拳 这个文化是好像建构一个金字塔一样 我们也要照顾到广大的群众 同时我们也不忘有很多人是要往这个更高深的 这个金字塔的顶端去寻到 去得到 那所以我觉得推广太极拳文化呢 是一个必须要以圆融要全面观来推动 才不会游走偏颇 您刚刚讲到一个就是太极的这个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吧 然后呢就是也想到讲到这个圆融 那么以你自己来看这个太极的这个推广的金字塔 你觉得你自己是在金字塔的中部顶部 还是说你是在这边搭建金字塔的 这样子 我就是有关于这个建构这个金字塔 我把自己当成一个就是说一个志工 一个志工 因为自己一个义务性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变成一个一个志业 那我希望更多的人来来学太极拳 那从这个太极拳之中能得到身心的健全圆满 那这样子对自己对一个社会对家庭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这种处理 那我也因为我从很多人的身上得到很多帮助 才进入这个太极拳的这个推广的领域 那同时呢我现在也比较有更多的时间 还有就是也结识了在太极拳 在这个高科技领域这么多的人脉中呢 我也用我在过去做企业经营的这个理念跟方式呢 来推广这个太极文化 你怎么来推广 比如说你让 我知道你让Google啊 Facebook这很多人 参与学太极拳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你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太极本身就是一个中国的这个 一个非常珍贵的文化 那现在世界上有三亿多人在学太极拳 那太极拳其实也不太需要 就是说 是一个最健康 最经济实惠的一个健康方法 所以我们呢就是说 因为在湾区其实有很多 这个世界级的太极拳冠军 还有很多武馆 那么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不分门派 武林本一家 来这个就是 就是大家都形成一个联盟 或者形成一个联谊 所以呢有高科技公司 或者学校或者甚至公园 社区就是有很多这个老师 那我们就是能够互相的来联谊 互相的就是说介绍 有需要的地方 那我们就请这些有太极拳经验基础的老师呢 到那边去跟他们分享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是大家的力量 群测行力 而不是说某一个人 或我的这个 这个来做 而是整个的全体性的 大家一起来 因为只有大家一起做 那才能够让太极文化呢 推得更广更远更宽 你有没有觉得就是说 在讲到推往太极 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器械 也不需要场所 随时都可以练 但是像印度的瑜伽也是这样子 但是你要看全世界 或者在美国 练瑜伽的人 我觉得是比练太极的人还要多 是吧 你觉得我们就是您作为一个企业家 而且当时把公司可以带上市 你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 而且我们要再去做的时候 我们欠缺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太极拳 这个太极文化 他跟瑜伽同样的都是帮助人家 帮助人能够把身体健康起来 那太极拳呢 它不仅是一个运动 同时它也是一个疗伤 防身 还有健身 养生的一个运动 那我觉得就太极拳 是需要 我们在推广上面 你觉得欠缺了什么 欠缺了就是说 我们都是比较内念 其实太极这么好的东西 我们应该把它讲出来 而且把它很适当的包装 把marketing出去 让更多人知道 像这个瑜伽 它就什么热瑜伽 什么瑜伽 它很会做产业化 其实太极文化 是可以变成一个产业化 因为如果能够 以正好正当的 合适的这个包装 跟这个marketing的话 太极文化是可以 一个产业 是很好的一个 未来二十世纪的 最好的一个健康产业 你觉得它作为一个产业 如果是您再去 picture这个未来的话 你觉得五年到十年之后 你希望它达到一个 什么样的程度呢 推动太极拳 要用这个制业的 用推广制业的这种愿景 理想 那要用企业的执行 执建 那也就是说是 一面要用一个放大镜去看 一面要用显微镜来看 什么时候用放大镜看 什么时候用显微镜呢 就是说推广 推广太极文化 就是你先要往大方面来看 愿景 愿景 用大的来看 用放大镜 用放大镜来看 那如果去执行面的话 那就要用显微镜 要很仔细的要去实践 就是有一句话说是 魔鬼出在这个 魔鬼是在细节 在细节 所以就是说 这两个一定要 有愿景 有执行面 两个一起合起来 而且是有群彻情力 那我觉得 在做企业经营的人 就是说 这愿景跟执行力都要 那我也希望就是说 将来 就五年十年 我不知道 但是希望说 有一天 硅谷 一向是被认为说是 这个世界的高科技重镇 对 是不是有一天 硅谷 也是变成一个 美国 美洲的一个 太极重镇 太极重镇 哇 您这个愿景真的非常大 那这个就是需要 群彻情力 要用放大镜心 先远景去看 愿景 然后呢 一步一步的 用显微镜来去铺路 来去集群彻情力 把它这个 这个一步一步的 能够往这个理想去达成 你现在这个大的愿景 我觉得很好 希望把硅谷打造成一个 太极的世界的一个重镇 那么但是 显微镜 你觉得应该聚焦在哪一块呢 执行上 你觉得现在最需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执行上就是说 我们要就是说 联合 这个 以继承的 湾区的这些 就是武术武馆 还有就是各社区 各 公园的 这些太极拳的club 能够呢 大家组成一个太极联盟 太极联谊 那从这边呢 有世界级冠军的选手 也有这个 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师 也有广大群众的初学者 那形成一个联盟 一个联谊 那大家互相来促进 同时呢 也希望就是说 将来很多很多的企业家 公司也投入这个行列 也出钱出力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有钱 有能 有群众 然后再配合适当的marketing 那这样子呢 它自然会形成一个 一个产业化 一个 一个趋势 同时呢 也不忘就是说 我们因为太极拳 是从中国发起 而且在中国现在的太极拳 也是很 很热络 我们也经常要跟 国内 中国的这个太极拳 的这个组织 团体 来做一个东西的交流 结起 国内的这个很好的 这种 以继承的基础 然后呢 在这边做 localization 配合这边 同时加上一个高科技的运用 如何把高科技 怎么运用高科技 在太极里面 比如说 现在大家在谈这个 人工智慧嘛 AI 那如何用AI的这种观念 因为AI 你如果不运用在某个 某个产品 某个 某个对象的话 那你AI只是一个 它不能创造价值 不能创造一个 一个产业 它AI apply到 比如说健康产业 apply到医疗 那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象 有一个群众基础 所以说太极犬也一样 太极犬过去 一个老师 一个师傅 就是说你一战就是要三年五年 那这个我们人生苦短 这个就是说 能够用AI 应用在健康产业里头 比如说有关医疗方面的仪器 或者是有关这种 怎么样的这个一个 一个 virtual reality 来让学习的人 更接近这个太极犬的领域 能够很很 easy to use easy to get into 那这样子 一有兴趣的话 那entry barrier就减低了 大家就很喜欢进去了 所以我们在硅谷 这么美好的 这么好的基础 高科技的基础 那如何应用这个 然后呢 不仅是这个有了一个 AI的一个应用对象 同时也使得这个 学太极犬能够很容易 进入这个领域 得到身心的调养 身心的调试 那这个真的是多力 多赢 双赢的一种局面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 我的一点看法 我觉得您在说到 这个太极的时候 您可以看到 您充满激情 那是因为你自己 练了三十多年 在台湾新竹交大的时候 你在大学里 就开始练太极了 是的 但是作为一个企业家 比如说现在很忙碌的 这些人 你觉得让他去 因为我觉得太极 其实他在中国里 就像你说的中庸 这个中道观 他实际上是一种慢节奏 或者让你更多去思考 去沉浸的这种感觉 但对创业者 或者对现在比较年轻的 企业家来讲 他很难停得下来 他的这个节奏 跟这个节奏感觉好像是 不合拍的 就是在某种程度上 是吧 是的 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太极拳 它也可以打快 也可以打慢 其实在慢之中 你学习怎么样 跟你自己的身心 来交流 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在打太极拳 你慢打的之中 你自己跟你的心 你的内脏 五五内脏 去沟通 去交流 让你更认识你的身体 对 外形跟内面的一种交流 那这种呢 使你能够更清楚你自己 那使你安定下来 那我们剪一个 很多打太极的人 也都学打坐 站桩 那就是因为 在这个缓满了 这个实业的打拼之中 你一定要经常的回归到 把自己静下来 在静中去培养你敏锐的感觉 还有让你的身心更安定下来 因为心安似浓 那这样子的话 对于你在处理事情的话 你就比较很镇定 而不会偏颇 对 敏锐 安定 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这就是你说 在慢的里面 从太极悟出来的 那太极打快的时候 你悟出了什么呢 太极打快的时候 就是叫做快而不乱 快而不乱 慢而不断 也就是说我在做 在打快的时候 我不会乱 因为你已经 是你在慢中 已经培养出那种 敏锐安定 敏锐安定 所以你做事情有一百亿元 不会因为有很多 这个incident Event出来 你就乱了章法 不会的 因为太极 打太极就是要培养这种 终定安疏 所以让这种练习 这种能力 能够让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能够终定安疏 而且在处理事情 能够圆融 那这样子的 其实对于你的身心健康 对于做事情 其实都有好处 林先生跟我分享到 太极里面 其实误出的人生哲理 非常的多 但有几条非常重要的 和我觉得 我对我自己有所启发的 我就觉得就是 一个是敏锐安定 另外呢就是 刚刚您说的就是 慢而不断 快而不乱 这我觉得不只是 企业的经营 其实也我们的人生 也应该是这样 那最后在节目 快结束的时候 我们就用林先生 非常喜欢的一首 郑满桥的诗 来作为这个结尾啊 这首诗呢我觉得 就是真的是太极的精神 和林先生在企业经营中 所用到的这个理念 叫做 咬定青山不放松 立根源在破岩中 千磨万机还坚韧 任耳东西南北风 好 我们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也谢谢林源凯先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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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